那么这节课理一下现代人的这个观点 说西方影响太大了 动不动去科学至上 寻求真理固然是好的 但是找来找去总是找到根 现在西方引领的这个世界几百年了 他们的三大之处科学、哲学和宗教 科学跟哲学并加齐驱 被现在世界所公认 因为现在人强调看得见了 既是行乐了 不修天长地久 不管那些了 我能想说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的整个文化思想 就这么肤浅 哲学 讲到这个逻辑辩证 它是主观的 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的 那为什么叫伪物呢 因为它都是围绕着这些实际存在的 原则论 所有的一些都是 客观存在的来辨证这个东西 而它是用的人的脑、人的心、意识 所以让中国也有朴素 变成为中国主义、阴阳 那个才是根 中国自古就有一些家 比如说公孙隆、明家 也不止那很多 中华你看那个玄学很厉害 过去老百姓都是玩那个文字游戏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本身就是一个 象形 本身就是这个 到自然现象的一个演化 那么能解决问题吗 它聊了半天 就聊这个寂寞 推出A等于B 搞一个公式 X消没了 那你还聊出来呢 而且这种东西用科学用数学 其中科学的一个学科 这就是数学 那它是能推出来的 一加一不等于二 一等于二 很多很多 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再找第三个吧 所有伟大的科学家 尼多德、埃恩斯坦等等 争取一生 最后的结论 就是 一定有一个 上帝 之手 给的这个世界第一推动力等等 一推三六九 二 他们所认为的这个 工人的 就一个人 也不分什么好坏事 这是耶稣上帝 咱们美国总统 拿着一本圣经 来宣读 登台 或两百元 而不是宪法 你搞清楚 他们不是说信科学 就不信这个 信这个比这个要多得多 嗯 他们就这么奇怪 搞得三权分裂 精神分裂 那中华 也有 如是道 那三教 还有九教 民间教 无数的 太多 不止九个而已 那不是光有九流 九教 所以你说 中华 除了近几百年科学引领 这个西方的 之外 中国自古一直都是第一 科学科技 只不过不鼓励这个 那中华是什么呢 道学 就一个字道 他是 看不见的 就是我们前面 所说的 也是人想出来的 一切都由心而走 几心动念 心是工化师 能化诸如世间 人一动 天地鬼神集结之人 跟他相对的就是艺术 中华就那么一个东西 简术到这 就是无我 无物无心无为